請坐 奉罪書盛名 我們很高興我們又在這裡一起來享受這個日子 我們今天早上來想一個比較大的題目 就是類族與埃及 你想到埃及,你想到什麼? 你一定想到不好的、壞的、不可以去的、要出來的,對不對? 好,這是對的啦 有時候是觀點問題 有一個媽媽跟我講 感謝主啊 我兒子已經一個禮拜沒有回家啦 她很感謝神啊 有一個媽媽,這是不一樣的時間啊,我都放在心裡 不一樣的時間、不一樣的地點 一個媽媽說 感謝主啊 我現在兒子每個禮拜都回家啦 你想說,你把這兩個放在一起 一個感謝她兒子已經一個月沒有回來 一個感謝,現在每個禮拜都回來 原來是她有原因的 第一個媽媽她感謝這個兒子已經一個月沒有回來 因為她的兒子自從大學研究所畢業之後 一直留在家不肯出去 她家又住在教會旁邊 她說,我要守著 她爸爸媽媽蠻有錢的 守著爸爸媽媽的產業 然後呢,隔壁有教會可以聚會 所以她就不出去工作 那個有一個話叫啃老族 已經要把爸爸媽媽啃到 沒有東西啦 她不工作 有十年耶,你想想看 當然她都會來聚會 就住在家 反正她就是要吃爸媽媽就是啦 她爸爸很難過,想說 你應該要做點事啊 她曾經出去,沒有兩天就回來了 現在她出去工作啦 當然她也會去聚會啦 一個月沒有回來啦 她媽媽很高興啊 她說,傳道繼續幫我們祷告 讓她再救 意思是說工作能夠繼續下去 不要兩天就跑回來了 那另外一個呢 她就是對工作很熱衷啊 她畢業之後幾乎就不回家 為什麼 因為她回來 爸爸媽媽都會叫她去聚會 所以她就 周末也是忙啊 忙到 爸爸媽媽說 你怎麼不回來 她說,太忙啦 當然一方面忙啊 一方面也免得去教會嘛 但是感謝是她 把媽媽一直替她祷告 再有一個機會她改變了 所以她媽媽說 啊,感謝主啊 這個孩子每個禮拜都回來 然後呢 當然是看媽媽 然後呢 也一起去聚會啦 孩子要不要讓他回來 一個月不回來很高興 每個禮拜回來也高興 好,那我們來看這個埃及 我們先來念一節 創世紀十章第六節 創世紀十章六節 Genesis chapter 10 verse 6 The sons of Ham were Cush, Miserim, Put, and Canaan 好,這個韓的兒子是什麼 第一個是中文是古時 那第二個呢 來,英文念一下 大聲一點 這就是埃及 埃及的希伯來文 那中文把它翻成什麼 就是Miserim 就是Miserim 但是英文就是這樣子 你念一次 對 這就是埃及的希伯來文 那中文把它翻成什麼 翻成麥希 其實是同一個字的 是Miserim 那這個有Yin 這就是雙數 Yin means that it is a plural word 不是 Double Oh, that means it's double 因為希伯來文有特殊的 它有單數、雙數、還有複數 那這是雙數 就是雙就是兩兩 有時候眼睛、腳就是用雙數 那這個埃及是什麼意思 就是兩個包圍 其實這個字就是包圍 包圍住 把它包圍起來 它是雙重的 當然這只是它的字的意義而已 那這個 所以創世紀十章六節還有十三節都有這個字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來 就是什麼 Miserim 雙重包圍 那跟類主開始有關係 是什麼說 我們看創世紀十二章第十節 這裡記載說 那個地方遭遇飢荒 因為飢荒很大 那亞伯蘭就下埃及去 跟埃及的關係 就是 亞伯拉罕是第一個 也是類主的第一個 這裡是說的下埃及 如果去埃及都是用這個字 下埃及 當然你一想到當就不好了嘛 對不對 那亞伯拉罕為什麼下埃及 因為那地有饑荒 那地是什麼地 就是應許地 我們來看亞伯蘭跟埃及的關係 用什麼觀點來看 我們看社長第一節 第二節 圣經裡面有大國這個東西 你從《創世紀》一直到《聖明記》 就是只有記載在這裡 只有跟選民有關係的才是大國 也就是說 神應許亞伯拉罕一個大國 所以這個國呢 這個大的國呢 就是以後一直 亞伯拉罕、伊撒、亞各、約瑟 就是要承受這個大國 那這個大國 我們看第一節 12章第一節 就所謂的指示你去的地方 那亞伯蘭是第一個 他要鎖住這個大國 鎖住這個地 所以不可亂跑 所以亞伯拉罕跟埃及的關係 其實是用大國的觀念來看的 就是說以應許地的觀念來看 就是神把它造出來 12章的第一節 神對亞伯拉罕說 你要離開本地本族復駕 當時亞伯拉罕在哪裡 在哈蘭 第11章的32節 那時候他在哈蘭 那我們看第4節一樣 12章4節 亞伯拉罕就照著神的吩咐去了 羅德也和他同去 亞伯拉出哈蘭的時候 年75歲 所以哈蘭也不是應許地 神要叫他指示的地方 祂要住的地方也不是 不是哈蘭地 當然哈蘭以後會包含到最廣大的應許地裡面 亚伯仁来到了迦南地之后 第五节 你看他一直在搬家 搬到最后第九节 渐渐往南地去 为什么搬家 你不会说住得很高兴 房子又在阳光充足 然后又有view的地方 你要搬 搬到阴暗的 天天刮风 那个下雨的地方 不会的 要不然在应许地 一直搬来搬去 好像说水底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温暖的 后来纳地饥荒了 他就下埃及了 神也没有说你不要下啊 他下埃及 结果太太差一点被抓去啊 已经被抓去啊 差一点被太太不见了 我们来看第十二章 二十节 在圣经历史里面第一个被遣送出境的人就是亚伯拉罕 这是信仰之主啊 我们看第十三章第一节 从埃及 要去埃及都是下 从埃及出来都是上南地 所以亚伯拉罕跟埃及的关系 是应许地的关系 神说你不可以离开这个应许地啊 神说你不可以离开这个应许地啊 其实那个第十三章 罗德他出了埃及之后 他跟亚伯拉罕一起上南地 然后继续往迦南地来的 我们看第十二节 这里记载亚伯拉罕住在迦南地 他就不再走了 不管罗德怎么样搬 但是亚伯拉罕总是不离开这个地 所以那个第十四节 第十五节 所以亚伯拉罕神给他的功课 就是要住在迦南地 然后呢 从这个地向东西南北看 你看多远就给你多大的地 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跟埃及的关系 埃及不可以下 你应许地的就是应许的这个观点来看 不可以下的 这个亚伯拉罕的大国呢 从圣经我们看到就是大卫完成了 这是在旧约 那新约呢 我们看路加福音 第一章 路加福音第一章 我们看第三摄节 路加福音第一章三摄节 路加福音第一章三摄节 大卫的位要给他 所以主耶稣就是新约里面这个大国的王 这是属灵的国度 所以属灵的国度不可以离开 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这是一个道理的问题 从使徒时代一直到现在 神圣灵降临的地方 也就是神应许的地方 那就是神的国的所在 那就是迦南地 不可离开的 你离开了这里就下到埃及了 你有时候会感觉好像是饥荒啊 有的人道理听多少人说每次都听这种道理 不可离开的 这是亚伯拉罕神给他一个功课 所以他离开了 差一点整个救赎的亚伯拉罕的故事就讲不下去了 当然是神的那个主动的 并且对于这个埃及网的一个惩罚 所以解决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困境 我们再来看创世纪 看26章 26章第节 每一代人都有计划 在应许地 也不是天天过年 当你进到了神的国度 神的教会里面 刚开始你可能很高兴啊 久了你有时候感觉 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但是不要忘记这里是神所祝福的 以应许来讲 不可以离开 所以这次神特别跟那个以撒显现 因为这是那个第二代 应该算是他本身是第一代了 以撒是第二代嘛 但是以信仰来讲 他也是自己有体验的 也算是第一代了 他是应许之下生的孩子 他是一个顺服的 所以你在看列祖的故事 顺服 所以就很舒服 他就没有故事 你看以撒没有多少故事 讲到故事只有一章 就是二十六章 其他没有 当然现在人希望有很多故事可以讲嘛 对不对 轰轰泪泪 以属灵的角度不一定是好的 当然看个性 顺服的人故事就少 顺服的人故事就少 就安安静静的 我突然想到现在是那个应该江直寺的告别室吧 这几天我也想到他是一个很安静的人 他做完了他一生该做的工作了 其实他做很多圣工呢 安安静静 如果你要写他一生的什么混斗诗啊 或是什么 应该是不是太多 因为他做得很安静 如果你要写他一生的什么混斗诗啊 因为他做得很安静 如果你要写他一生的什么混斗诗啊 因为他做得很安静 顺服就会舒服 故事就少了 但是他所扮演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最后他是 他故事跟他爸爸的故事最后的结局就是他好像一块一只羊啊 好像一块肌肉 就是一个祭物陷在坛上 那我们来看第二节 二十六章第二节 神向伊撒显现 说你不要下埃及去 不要下去 要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 你继续在这地 我必跟你同在啦 因为接下来我们在看这就是应许地 所以第二代 神还是跟他讲住在应许地 其实埃及是很多食物的 但是不可下 我们知道如果以属灵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埃及就是所谓埃及的喜乐 最终之乐 或是属世的丰盛 要在应许地享受神属灵的恩典 所以第二代也是一样持守这个应许 所以那个伊撒没有下过埃及啊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代 第三代没有下埃及啊 但是他刚开始那去哪里了 我们看二十九章第一节 请念 他不是往下是往上 他去哪里 如果我们看第四节就知道 他去了哈兰 哈兰是哪里 哈兰 我们在讲亚伯拉罕故事的时候 哈兰是亚伯拉罕离开的地方 那个雅各有没有离开应许地 有没有离开迦南地 有没有离开亚伯拉罕以撒 神说你要住的那个地 有啊 其实他也是离开神指示的地方 谁叫他去的 他妈妈 这是又另外一个故事 他妈妈是没有道理的 欺骗 然后呢 说有爱心 这个实在是不对的爱心 如果作主呢 都给我啊 后来真的 这个妈妈就没有再见了 她把她的儿子送到哈兰去 这个是一个小埃及啊 你看 雅各在哈兰受很多的苦啊 我们常常在讲雅各的人生 有没有 但是他不是很久就是二十年啊 白天受到太阳的煎熬 那晚上呢受到寒冷的冷冻 并且遇到他的舅舅又是十次改工家的很刻薄的暴君啊 我们来看第31章 31章第三节 神又要把他招出来啊 3节 主神对雅各说 你要回你主你父之地 回你主你父的地方就是迦南地 可见哈兰里不是他应该住的地方 所以这三代的人 神都给他们一个功课 用三代的人才给他们一个观念说 这个迦南地不可离开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37章 这里记载约瑟十七岁 那他的故事从这里开始 他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听父母 听爸爸的话 并且爸爸爱神的爱的一个小孩 他爸爸给他做一件财衣啊 这是爸爸的爱的表现 但是爸爸的爱没有带给他幸福 反而接下来带给哥哥们给他的忌恨 神也爱他 神让他做了两个梦 这两个梦都是讲他以后要发生的事情 他也很天真就是了 或是他心里也是很干净的一个人啊 他不会想说人家会嫉妒他 他可能也不会嫉妒他 所以神给他们都讲了 讲完之后 他的哥哥们更弃他 所以爸爸的爱 加上神的爱 他又爱哥哥们 并且也爱爸爸 这些加起来 我们看十八节 三十七章十八节 十九节 二十节 十九节二十节 他梦不是自己要梦的 他没有伟大的理想 这个不是人间的梦 是神给他的一个异梦 现代人很多的梦 如果你事业成功了,当一个总裁 然后你就写一本书 我的梦成真 当了总统以后一样,第一本书就是我的梦成真 其实世界有多少个人能够写这样的书 其实有几万几千的人他们的梦都不争 因为只有一个真而已 但是约瑟没有这样的梦 这是神给他的 神的功课要在他身上 神让他做梦 这个梦带来的是人家把他杀死 其实在这之前我们看到他是爱哥哥们的 圣经说他追赶他的哥哥 第十七节 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 追到的是什么 追到自己的死亡 他是爱啊 他可以回家 他回家 他爸爸也会安慰他说没有关系哦 你已经尽力了 真的是尽力了 但是他得到一点点消息他就追了 这种兄弟爱是很大的 但是哪里追到自己的命运是死亡 那接下来呢 对约瑟来讲 他不是下埃及哦 他怎么到埃及 我们来看创世纪 37章 28节 他是被带到埃及的 他不是自己要去的 他不得不去 36节一样 他就被带去了 他带去做什么 现在埃及跟选民的关系 跟列祖的关系 就不是应许地 跟所谓的非应许地的关系了 约瑟下埃及 你可以把他想他去那边做什么 他去工作 第一个,他去当奴隶 被卖到人家的家当奴隶 当奴隶的时候 圣经记载着他在那里做什么 这个圣经记载跟亚伯、以撒、雅各不一样的 我们看39章第一节 他被带下埃及 他就被卖了 第二节 他就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 他是奴隶 但是在这里看到了神跟他同在 他就摆事顺利 第三节 很特别记载的 他在那里工作 他的主人见神与他同在 又见神使他手里所办的事情都顺利 约瑟下埃及 他是被带去的 他在那里做什么 他在那里工作 一般人如果像约瑟一样 一定是做不下事 如果他想到神 神都没有跟他讲一句话 你看亚伯、以撒、雅各 神在这之前有跟他们讲话 约瑟没有啊 他只是做个梦而已 你看他在做梦的时候 也没有说 我们看第37章第5节 约瑟做了一梦 也没有说神在夜间告诉他 或是说神让他做个梦 没有 我们看第9节 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 就是这么平常 他已经对神的话已经很把握了 所以 如果我们平常的人 没有对神很深的认识 你被卖到当奴隶了 你想到神了 你一定很不平了 你说神啊 我不是遵守你的话了吗 我爱我的爸爸 爱我的兄弟们 那那个两个梦 是你给我做的 还是我自己乱做的 我怎么会 你跟我同在到这样的地步 你为什么跟我同在到我这么凄惨 对不对 当奴隶不是好事啊 被卖到人家家 他应该是超越过这样的心理障碍 在这个时候他应该不理解 你也不用安慰他 你说 那一下啊 再过几年你就当宰相了啦 你是神啊 你那么厉害啊 因为你故事已经先偷看完了嘛 事情正在发生 谁知道呢 以当时的社会来讲 你奴隶就是一生的 不只是一生啊 你的子孙永远的啦 除非有好心人 看你可爱把你买去 买去也是人家的奴隶 除非他说 哎呀算了 把你放自由了 本来是好好的 一个人家的小孩变成奴隶啦 神同在 事情顺利 他在那边工作啊 工作到怎么呢 工作到第四节 就是这个家全都叫在他手中 当然他的太太没有叫在他手里就是啦 这是讲工作精神 在埃及要做到尽力做到最好 这是在讲工作啦 你这里不要把他说埃及是罪恶之地 不要在那边工作赶快跑啊 这是神让他去工作的 目的是什么 以后就知道 这是神的考验再来啦 为了遵守神的道理 他所讲的不敢犯大罪得罪神啊 不敢做大恶 也不敢得罪神 我们想说 那个遵守神道理的 应该被保护 然后呢 步步高升嘛 对不对 但是呢 反而在这个时候更糟糕 怎么糟糕 从奴隶变成囚犯 囚犯你可以想象的 在古时候的囚犯 那实在是官死人的 就官到有时候就官死在里面了 他在当囚犯的时候 幽暗的牢房 他还是阳光普照的 神又跟他同在 这时候你在想 神同在 有时候你想的心就痛啊 神同在怎么步步下降 先降到不能再降了 再降下去就会被杀了嘛 他是从应许地来的 迦南地是比较高嘛 如果以上面来讲的话 被带到下埃及了 社会地位来讲变成奴隶了 为了敬畏神 不得罪神 现在又变成囚犯 圣经还是说神跟他同在 但是他在囚犯里面 到了哪个地方 他都是那个地方的总裁 他在维奴当奴隶的时候 也是波提法的家 也是总管一切 我们看39-22节 他在监牢里面 也当监牢里面的总管 所以在埃及是工作的 耶稣没有抱怨啊 他可以一直抱怨啊 抱怨神 抱怨人 保怨环境 他在埃及是当奴隶的 当囚犯的 囚犯呢 私欲就把监狱 所有的囚犯都交在他的手里啊 用现在话来讲 他是监狱的总裁啊 并且呢 我们来看40章第5节 他看到别人的困苦 第6节 约瑟看他们 愁闷的样子啦 你能够看到别人愁闷 你一定没有愁闷啊 你试试看哦 若你遇到一件事情很头痛 并且环绕的要死 你走到街上 你不会看到说街上有人在难过的 因为你自己难过的要命啦 你不会看到别人的需要 乞丐应该不会给钱给乞丐啊 你总是想要就是啦 所以他能够看到别人愁闷的样子 他是在监狼里面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出来 你看整个约瑟的故事 他是在埃及工作 我们看41章41节 他做四十三节 约瑟做事总是 总是当总裁啊 这也是工作精神啊 那为什么 我们来看第四十五章 第五节 我们看到第七节 他现在明白啦 在这之前绝对 他没有办法讲这种话 他这几年来 他这么样的辛苦 二十几年来 他不会说 神拆我到这里来 他怎么下埃及的 被卖 被带到那里去 但是他在那里 拼命的工作 他如果在那里想说 算啦 这种神怎么信啊 越守到 那个什么 环境越差 一时跳不过这个障碍 他可能中途就死了 但是他对神实在有过坚定 他是被卖啊 他不理解 认真工作 所以埃及是他工作的地方 你看 这三个地方 那个维努之家 监狱 现在当宰相 都是做到最好 你看 都是一样的报导 就是 菩提法把家里所有的都叫在他身上 那个典狱长也把所有的犯人叫在他手上 法老人也把所有的全国的事情叫在他身上 所以埃及是工作的地方 尽力去做 这是讲做事 人在世上的工作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选民能够进到埃及 我们看四十六章 以色列要来了 以色列就是亚哥 亚哥他心里也不是很想说 哇,我儿子在那里 一下子就要去了 他心里怕怕 他爸爸 他的祖父 不下埃及的 但是现在角度不一样 你看 第四十六章第一节 亚哥先去别士巴 我们知道别士巴就是他爸爸住的地方 他到了别士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 神没有说 你不可下埃及啊 神跟他说 我们看第三节 好,不要怕 安心地下埃及啊 一会儿说不下埃及 一会儿下埃及到底要不要下 一下子 儿子一个月没有回来很高兴 一下子说 每个礼拜回来很高兴 到底是怎么样 角度不一样 这个时候要下 为什么 因为在那里 神要让你成为大主 要成为大主 所以 那你呢 我要和你下埃及啊 但是要把你带上来 但是你在那里呢 约瑟要把他的手放在你眼睛上面 所以要下 并且还要上 到底要不要下 要不要下 上 我们要下 也要上 启示录 那个创世纪最后 最后是 我们这前几个礼拜 两个礼拜我们要讲月桂嘛 月桂的第一个字就是这里 就是什么 棺材 这个是第一次 《阿尔子》 《阿尔子》 其实是一个柜子 一个柜子 放在埃及 里面应该是放一个木乃衣吧 这里面写了就是用香料熏了的 用香料将他熏了 然后收敛在棺材里 他下了埃及 以后呢 要把这个箱子 把这个柜要抬出来 所以从列祖跟埃及的关系 那可以让我们知道 我们不能进到埃及 因为我们是属应许地的 我们受洗之后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是坐在天上的 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我们是属天的 我们不属于这个罪恶世界的 不要被世界的思想 错误的教导所感染 但是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的 我们是要在这个世界 六日殷勤工作 当你做这个的时候 做事情的时候 你是在主里面而做的 所以我们是不在埃及 也在埃及 也在埃及 我们一起来唱诗 三百九十首 三百九十六十 подар 三百九十九